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俄罗斯队一两金三赢二同列奖牌榜第三 七支队伍获得金牌 十七支队伍获得奖牌 日本队这次获得三赢三同 无金入账在排行榜上排第八 这次比赛是继2014年广西南宁市井赛后 起超市井赛重回亚洲 中国队重新夺回南团世界冠军 而此次也是乔梁回国指教女队后迎来的首头 中国小花的表现 在难度上可以说是明显不足 完全没有争赌奖牌的机会 东京奥运周期期待提高难度 中国队在高低档和平衡目上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但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大的优势 在自由体操和跳马上 确实落后于世界一线的水平 应该说这是中国小姑娘 回去要努力的地方 没有提高全面实力 不足弱象在难度和完成上达到一定的平衡 方才有机会 所有的成绩和遗憾 都会让这帮年轻的体操小花和帅哥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也会成为能冲击东京奥运会的动力 所有的荣誉 都将变成回忆 训练场和赛场上的汗水 也不会随波浮沉 为了拒爱的祖国和亲人 为那些期待眼神 希望他们在2020奥运会上再造辉煌 韩桥生